1月21日,网报一次郑爽的退圈录音,录音中郑爽表示,不知道这个舞台会不会是我对观众的道别。 我说,我们的舞台会不会都是我分割的,我们的自己也真的挺无重的。但是,一些主动领事作品都让我为大家认识。 这是我们面之前,所有大家看不到的工作人员的心里,看不到的生活,而不是我自己。 所以,我们感谢这么多年,所有我们现在拍摄和跟我合同的影视剧,做了个小伙伴们。 这些20日晚,广电旗下广电视频发文,带运气扬者得不忧法不容,并下封杀令,我们不会为丑闻类记者提供发生露脸的机会。